7月15日,香港理工大学宣布将于2021至2022学年举办首个为香港中学生设计的 名为《科学世界探索太空造福人类》的科普计划 科普计划中,多名航天领域的教授将与中学生分享航天科普知识 并通过实验选拔赛,鼓励全港中学生参与涉及太空实验比赛 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教授吴波表示 创新科技在未来可能是香港非常重要的经济驱动力 对此,他希望能有更多的香港青年人投身于创新科技的领域 为香港今后20年甚至50年的经济做出贡献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的中学生、青年人能够了解到香港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做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城市 我们也能够创造出非常高科技的产品 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这种宇宙、探索的这种大的项目中间去 那么让我们的中学生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了解、有这样的意识 那么这样就能够激励他们在大学的阶段 甚至大学毕业以后在他的进一步的深造 能够投身于创新科技 能够为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创新科技的城市来做出努力 多名前来听香港理工大学宣讲会的中学生向中心社记者表示 近期中国内地的航天专家访港活动 让他们认识到祖国航天事业的成就 也点燃了他们的太空梦 对此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实践活动 逐步向他们的梦想靠近 要求个样本来下来 在香港展览那时候我就看法了我 因为它是全自动采样的 我觉得这件事令我觉得很印象深刻 太空都有很多不同的很漂亮的风景 在地球上是没可能见到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探索太空我一定会去 到了中学的时段 我们学校都有一个师兄姐都参加了一个太空比赛 是关于薄膜的 他们的霍营品都成功去了太空 给当时的太空人 就是天宫一号的太空人去做了实验 他们都是激发了去参加这个比赛 而希望将我今天学到的超前学习 还有可以投入在将来的航天科技里面 其实都是关于最近中国的活动 其实我觉得既然他们都做了这么多事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是不是都可以 其实帮一帮忙去做这些事 感谢观看